回到新闻现场继续带您关心反克刚学生要求开临时会来处理克刚案 立法院长王金平呢今天下午三点 邀请了朝野立法院党团和教育部长吴思华来协商 但是到底这个临时会开不开得成 下周二举行谈话会来决定 但是根据了解呢吴思华在会中表示 克刚在去年二月公告教科书现在都已经印好了 如果要暂缓克刚学生会拿不到教科书 而如果之后有差异就得印补充教材来解决 快步进入会议室教育部长吴思华对于媒体所有提问通通不愿回应 针对克刚为条真意 包含吴思华民进党党团总招柯建民国民党党团书记长廖国栋等人 在立法院长王金平主持下召开朝野协商 当然我们希望是不是可以 对于8月1号开始要实施的这些钢要课程能够站稳一下 那现在我们这个已经见请行政部门他们回去再讨论一下 经过近两个小时闭门会议双方达成共识 预计8月4号举行谈话会在进一步决议是否召开临时会 不过外界质疑克刚属于行政规范 立法院插手干预恐怕让立法凌驾行政之上 依据高等中学法当然这应该是所谓的行政规定就可以 但是如果依据高等中学教育法的话 恐怕另外可以引用一些条路 所以也会引起一些争论 所以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王金平再度重申人游讨论空间似乎也在表态 克刚争议立法院管定了 反克刚风波持续延烧 立院大家长王金平出面周旋 会不会有转机外界等着看